北韓詐毀朝鮮半島南北方邊界的一個雙方的聯絡處 北韓不滿脫北者在南韓向北方發送傳單 中國和印度軍隊在有爭議的中印邊境地區衝突 三名印度士兵中槍身亡 美國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 正在調查兩名非裔美國人在加州吊頸死亡的事件 是自殺還是與種族歧視有關 德國法蘭克福法院將會開庭審訊兩名極幼分子 被指控殺害政界人士呂貝克的案件 法國總統馬克龍到訪正在研究新冠疫苗的製藥公司 蔡諾菲公司宣布將會投資超過5億3千萬美元燃製疫苗 5億4千萬美元 今日嘛 有最後關係 你看報到 你們 哎 babe Liberal